公民团体发起了歌篮尾计划 要联署罢免几位国民党的立委 现在有人要来声援 他是林志佳 就是新北市长参选人 今天上午他再度带着台联党团干部 一起来到新浦站 举办罢免脸红池的联署 人民站出来 罢免脸红池 罢免脸红池 顶着大太阳手持标语 站在人来人往的捷运站旁 宣传罢免脸红池行动 就在人行道旁边摆摊 还出动青年志工 向停下脚步的民众 说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就是希望有更多民众参与联署 马英九一再的亲中的政策 事实上伤害了我们国家 很多很多的主权 马英九之所以能够不断的 来做亲中的一个政策 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 完全支持他的立委 来做他的护卫 连续两个周末都上街 罢免林红池联署书 累积将近五百多份 不过距离第一阶段六千份的门槛 还有努力空间 为了反制公民提出的 戈兰伟行动 5月12号国民党立委邱文彦 提出了反戈兰伟条款 要求连署人 减负身份证和窃解书 不过5月17号 在野党贝格下暂缓处理 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后 就要成立所谓的开临时会 而且要把经贸 那个福贸 跟那个资金区 把它认为优先条例来审查 这个是完全违背的朝野协商 随着6月16号 临时会召开 怕国民党立委 强行度过福贸 以及资金区高度争议法案 也怕戈兰伟条款 死灰复燃 在野党再加强诉求力道 就是希望连署再冲高 三零新闻综合报道